这里有一个自由两个字 一个年轻人很想获得自由 跑去问自由女神 如何才能得到自由 自由女神说 你看我自由吗 我们谈到自由两个字 去这世界上讲自由 美国认为是最自由 其实哪里有自由 重点是在这里 这世界上哪个地球上 地球上哪一个人是自由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绑着 没有一个是真正自由的 除非你证道了 你证悟了 你已经能够融入虚空 你的化身到处都可以去 不只是在沙坡世界 你想要到哪一个净土就到哪一个净土 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 其他的国家不过是大自由 小自由 小小自由 就是这样子 你再怎么自由你飞不出地球 就算你飞到了太空站 也是不自由 他没有太空船让你回来 他还是被关在那里 那两个太空人好可怜 就在太空站要过八个月 他以为飞出去就是自由 结果飞不回来 失去自由 你哪里有自由 你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受到法力的限制 哪里有自由 真正的自由 是你的化身能够到任何一个时间 任何一个地点 你都能够到 所以将来你们修成了 你就自由了 没有修成 哪里有自由